好了可以看到馬路上物品散落一地 其中還可以看到許多汽機車的零件 甚至還有一輛白色的小客車 車頭凹陷就卡在路邊的電感及便電箱上 因此不但警方到場處理 就連消防隊都趕緊派出器材車到場協助 而這起離奇車禍今天上午8點40幾分 就發生在高雄的鼎立路 經過了解開車的是一名富人 當時他一次車輛失控 結果追撞前方好幾部的機車 而由於當時這些機車都在停等紅燈 因此目前確定至少造成了7人輕重傷 以及1人當場死亡 而由於這個地方剛好就是高雄市 知名的金絲湖菜市場附近 雖然是週末的一早 不過有許多附近民眾前往買菜 因此看得出來當時交通量相當的大 也造成這名富人車輛失控之後 追撞多部的機車 而到底什麼原因 目前除了趕緊將受傷民眾送醫之外 警方也已經在釐清原因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